原來小朋友一出生 我們的眼睛是有200至300度的軟視眼 因為小朋友從頭幾歲開始 眼球會慢慢發育 軟視眼是說眼球比較短 再發育眼球會拉長 去到五六歲平光 但當小朋友的視力去到平光後 慢慢也會變得有近視 所以在小朋友的階段 一定要確保眼睛的度數 是一個合理和正常的範圍 小朋友近視加深有兩大因素 第一是遺傳的因素 第二是環境的因素 在遺傳上我們見到 如果爸爸媽媽都有深近視 小朋友患有近視的機會率是12倍 這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第二就是環境因素 原來有兩個很重要的環境因素 第一就是戶外時間 原來我們越多戶外時間 能夠接觸多些光度 是對小朋友的眼睛近視發展有幫助 另外就是閱讀習慣 如果小朋友過度使用電子屏幕 或者過度使用眼睛 長時間都會導致近視加深 近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近視不僅使小朋友要戴眼鏡 生活上不方便 原來近視是眼球不斷拉長 裡面的組織拉薄了 所以變成一個深近視的人 患有黃斑病免的機會率是850倍 患有視網膜脫落的機會率是12倍 出現青光眼的機會率都是高出3倍 白內障的機會率都是高出5倍 所以深近視其實是會導致 將來小朋友患有很多 令到他眼睛受損的併發症 這個要及早幫他預防 近視的控制有三大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養成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第一就是增加戶外時間 一日有兩個小時 一個星期有14小時在戶外 第二就是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 良好的閱讀習慣有三個元素 第一就是不要太長的時間 我們每半個小時的閱讀 應該要看一些遠距離的東西去休息 第二就是不要太近的距離 我們的閱讀起碼要有一尺的距離 才為之足夠的 第三就是不要太暗的環境 我們一定要有足夠光度 要有兩盞燈 要有桌燈 要有房燈 要開得光一些 才是為之良好的環境 去讓小朋友閱讀 除了環境 這個生活習慣的改變之外 第二就是透過藥物的治療 我們可以滴眼藥水 眼藥水就是一些低濃度 阿托品眼藥水 眼藥水滴了之後 可以幫助我們 減慢小朋友加深 大約67至70% 第三就是光學的方法 現在也有一些特別的離焦鏡片 可以幫助到小朋友 這個效果大約可以減慢到40至50% 在現在小朋友加深度太快的情況 我們基本上三個方法都會用 小朋友的視力發展很重要 所以家長一定要在8歲之前 幫小朋友去做一個詳細的眼睛檢查 當小朋友出現了近視之後 我們都建議家長每半年要做一次詳細的檢查 去確保近視不會不斷地加深 而去及早幫助他